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批評特朗普處理疫情的方式是災難 報導指奧巴馬和幾千個曾經共事的前任政府官員開電話會議 批評特朗普政府的防疫工作完全是場混亂的災難 認為這一種只著重個人好處,不理會他人看法的模式 已經成為白宮的思維方式 強調在今屆大選,民主黨不只是對抗個人或政黨 必須團結一心支持總統參選人拜登 法官回應報導指特朗普的抗疫應對措施史無前例 拯救了美國人的生命